13岁的大提琴家欧阳娜娜 她利用年底返国的短暂假期 特别为门诺寿风护理之家 新建工程来举办了慈善音乐会 所有门票收入都会捐作 给门诺护理之家来做建业基金 用具体行动来关怀台湾的老人家 欧阳娜娜爱永远慈善音乐会花莲场 29号举行 并且同步举办了门诺医院 寿风护理之家 并且同步举办了 门诺医院寿风护理之家 筹建募款小屋回娘家的活动 只要募款超过200块钱 就可以和可爱的欧阳妮妮 欧阳娜娜及欧阳TT三个姐妹来合照 其实是单纯 在外套里面真的发现200块 然后就感觉心情很好 所以就发了闻跟大家分享 说我今天早上在外套的口袋里 只要200块 只是这么单纯的一件事情 之后就被媒体拿来报道 然后结果门诺医院就早上 让我说要我当他们200块工艺小屋的代言人 然后当时我是马上就答应了 然后也问了妈妈 妈妈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很棒的机会 所以呢就跟门诺医院一起 开了这个工艺的演奏会 然后是娜娜的演奏会 其实那个时候我记得是 主任写信给我 马上就回信 然后妮妮也是非常的愿意 然后我最感动的一点是 他们在大概七八个小时之内 他们就自己决定 妮妮自己当导演 他们就找了哥哥妹妹 然后自己录了一个工艺的宣导的短片 然后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当时我的承诺 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 因为我觉得 可能这200块是上帝的一个旨意 然后那我们当时就说 除了200块爱的小屋之外呢 我们承诺12月 我们希望娜娜回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到花莲来演出 大提琴家欧阳娜娜 是艺人妇娟与欧阳龙的千金 12岁她就登上了国家音乐厅的舞台 是音乐厅历年来演出中 最年轻的独奏大提琴家 而今年8月份 13岁的欧阳娜娜 也进入著名的 美国寇蒂斯音乐学院就读 10岁时就透过了演奏会 为基督教救助协会募款的娜娜 也是一位小小的公益音乐家 10月份 娜娜的姐姐欧阳妮妮 在社会瞩目的200元新闻事件中 发生邀请粉丝们参与 门诺受封护理之家筹借募款 姐妹俩一同成为了 门诺老人照护的公益大使 介续会欢迎视报道